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回歸十五周年 香港人聽得最多 這十五年來聽得最多的 就是一個住屋的問題 在我們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 推出百萬五政策之後 我們樓價暴跌 政府即時叫停了百萬五的計劃 完全地停止了居屋的興建 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先生 在房屋政策這個問題上 完全是毫無見述 停建居屋後 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儲備 但是香港現時的土地儲備 往往是不足夠的 大家想想 我們要建居屋要建公屋 地從何來呢 我舉個例子 香港亦有地皮空置了很久 或者甚至在那個勾地表裡面 本身他們這些是曾經是公屋的地方 清拆了之後空置出來的地道 為什麼不可以我們再建公屋呢 為什麼一定要去轉型 去投放去私人樓宇的市場呢 這個也是一個不合理的現象 香港現在的樓價可謂飛升 元朗屯門的赤價都已經去到超過一萬元一呎 對於我們香港基層的打工仔來說 基本上可以說是置業無望 我記得父母的年代曾經跟我們說 我們買一層樓就要供他一輩 我們現在是連供他一輩的資格都沒有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上車難 造車易難 我們在大角咀的劏房 基本上每個月都要四五千元的人 如果加上水電費的話 隨時會佔我們基層打工仔一半以上的收入 請問大家如果有一個家庭的話 三人家庭的話 剩下三四千元 怎麼夠養價呢 我們公屋的輪候的數字 也都在不斷地飛升 在2002年我們有十萬人左右的申請人數 直到今天2012年已經去到接近二十萬 但是香港政府依然是維持著 一萬五千個公屋的興建糧 請問我們上車要等多久 我舉個例子 以一個單身人士為例 如果你要申請公屋的話 最起碼要等一百二十個月 即是差不多十年 十年的上車究竟有沒有希望呢 以現在公屋的興建數量的話 甚至需要更長的時間 早前我們特首梁振英先生 曾經提出過要加快三十五歲以上人士 上公屋的速度 請問我們應該地從學來 現在香港政府推出了幾個公屋的興建計劃 在地區亦都受到一些爭議 我舉個例子 好像葵青的前警察宿舍 這一塊地皮 香港政府要規劃來興建兩棟或者三棟的公屋 但是就遭到區議會的強烈的反對 反對的理據就是說 區內已經有很多的公屋 如果再興建公屋的話 區內某一些的私人住宅的樓宇的價格 將會受到很嚴重的衝擊 我想請問一下這些區議員 你究竟是為你的選票 還是為你的人民 為百姓的話 在香港現在這麼迫於微節的住屋問題 為什麼可以提出一些這麼自私的想法呢 有公屋不要建在我這一區 有公屋不要建在我旁邊 這種想法是極之不要得的 我們香港曾經很成功很揮和 我們靠的是同舟共濟的精神 我相信香港新一屆的特區政府 在積極地去規劃我們長遠的房屋政策之外 我們香港市民 我們的一些區議員 我們一些地區的議員 以及一些立法會的議員 都應該去積極地為香港市民去謀福祉 福為民害 而不是福為灌害 我希望香港這一種矛盾的現象 可以得以停止 香港十五年來問題不斷 我們要重新建立我們香港的長遠的發展千頭萬歲 而住屋永遠都是我們中國人最根本的需要 所以我很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加快 復建居屋的速度 亦都可以增加每年的公屋的建屋量 這樣我們香港市民才可以有一個安樂禍 才可以繼續為香港的發展 拼搏為我們香港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動力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久不見 不見 拉 tempo 張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